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突然看见很多人在一个滑雪场滑雪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我说夏天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滑雪 然后我就去看 看了以后发现他们用的是一种仿真的一种材料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就感觉很大收获 因为我去英国的目的可能就是能找一点这些 类似这些东西 能够回来回国 回到家乡 回到我们成都能开一个雪场 我花了近20年的时间来研究汗血 就像制作烫嘴豆腐皮一样 绝不是一处而就的事情 首先要选择薄厚实中 豆香浓郁的腐皮 下刀要滑 要让切出的豆腐皮都像粗细的均匀 长短一致 喷盛起来才能保证豆腐皮 入味绵长 口感饱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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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冠纸 只有在一件事情上精益求清 最后在结果上才能让自己满意 住室是这样 住菜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烫嘴豆腐皮的亮点在最后一个步骤 每种调料的比重都经过好多次的尝试后 才能得到最理想的味道 取辣椒面 花椒面 均匀撒在带用豆腐皮上 锅内油烧热 趁热浇在豆腐皮上 再放上香葱 花生 鲜辣椒 这看起来不冒热气的豆腐丝 其实是急烫的 要是不小心就会烫到舌头 就像学习滑雪一样 一开始急不得 要慢慢掌握到药灵 熟悉了技巧后 才能尽情享受它的美妙 感谢观看 是 感谢观看